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后面的学校越好申请 基本上逻辑是应该是这样子的吗 其实真的在大学的时候 学校的排名跟申请的难度 未必是成正比的 我们今天就来解释这个现象 顺便谈一些学校 你讲的话 这个大学的排名 很多学校是排名在三十几名四十几名 可是他申请的这难度 就在前二十名 甚至这个前十几名的学校 跟他比起来毫不逊色 是一样的难 我们第一个奖的话 就是乔治亚理工学院 在Georgia Tech 但这个学校是很好 它的排名呢 自上是它是排到第三十三名 因为排名还算不错 那每年就有六万多人申请 但它录取率只有13% 大概8200个学生就录取 那这个情况之下的话 就想说说录取率其实是蛮低的 你想一百个学生里面 有87个人全部都被淘汰掉 但事实上这个学校是跟MIT 跟加州理工 乔治亚理工 这三个理工的这个学院呢 是这个有点像三足鼎立 它的名气比不上这两个大 可是在美国整个南方来讲 它是一个举足轻重的 一个非常优质的大学 那另外来讲的话 NYU纽约大学 一度排名都排到全美国 大概前二十名左右 二十二十一二十二名 现在它调到这三十五名 但是它的这个录取率 十五年前的时候 它录取率有百分之三十二 而它这个竞争在激烈的时候 它剩下只有百分之八的录取率 我告诉你 百分之八是很低的录取率 一百个要刷掉九十二个 刷到这么多 那这个SAD分数也是超高的 它SAD分数要到 平均要到1540分 你想是NYU 就像US一样 它并不是像说 美国的这个藤校 Top10这个学校 可是就因为受欢迎的程度 造成水涨船高 所以这学校变得很难申请 尤其它的商学院 它的地理位置 就是它的一大优势 就靠近中央公园 在曼哈顿区 所以这个掌握了 全美国 甚至全世界商业里面 最重要的一个城市的资源 跟它分级抗礼的话 就是哥大 哥伦比亚大学 这两个大学 就把整个纽约的人才 精英 这个商家企业 全部都网罗了 所以它的校友的势力 也是相当大 所以NYU是很好的学校 但是也是相当难申请 另外有两三个学校 在Boston 在这Boston的学校 一个是BU 一个是BC BU叫Boston University Boston大学 BC是Boston College 叫Boston学院 这两个学校 这个录取的 其实都是难 一个是排名 第39名的Boston College 一个是排名 第43名的Boston University 那这一申请的 这个比例的话 只有是像Boston College 14%的这个录取率 其实是相当难的 那你说BU的话 这个申请的人数不得了 8万多人申请 Boston这个University Boston大学 所以这个录取只有10% 它也非常重视 你高中的课程 你的GPA 或者是说 你的天赋 你的能力 这个长天赋 就有点像MIT一样的 它非常重视 你这个学生是不是优质 不要小看这个BU Boston University 它很多的教授 其实学理工学 Computer Science 它其实有很多教授 就是从MIT跑来Boston University 教 所以我认识这些Boston学生 他说 我们这学Computer Science 其实我们这课学出来的话 不输MIT 因为我们是同样的教材 同样的教授在教的 就等于是因为 在同一个城市里面 教授教完MIT的课 在兼课就跑到Boston University 去教了 那Boston College 是一个很漂亮的学校 也是在Boston区域 所以也很受欢迎 很典雅 另外一个在Boston 就是TUFTS 中文叫Tafuz TUFTS这个学校里来讲 也是一个录取 跟它这个学校来讲 学校的排名 并没有到这么高 它排名第40名的学校 可是它的录取率的话 来讲的话 它这也是录取率相当低 它有个特色 68%的课程 就是三分之二以上课程 上课人都在20个人以下 我现在你早早看 你到哪里去上课 找到一个班 不到20个人 十几个人 它就维持这种小班 精英高品质的教育 所以TUFTS这个学校 有很多的科系 也相当引人注目 所以这些学校来讲的话 就让家长可以注意知道 我们讲这些大学的 要求的分数 都在1500分左右 你不要想 这排名排到三十几名 四十名 你考个1300就可以进去 你想都不要想 这些学校 虽然它排名的名次 是因为这个游戏规则的关系 它排在比较后面 并不影响这个学校 在毕业的时候 他们赚钱的能力 就像我们前面讲到 这个财商教育 当你这个学生 要变得有钱的时候 赚钱赚得多 你要选择这个学校 本身就聚在一个 处在一个能够赚钱的城市里面 这是很多人讲不清楚 说不明白的地方 所以你的如果这个城市 在这个美国的很乡下的 这个Kentucky Kansas 或者South Dakota 这些州的话 你要让你的孩子 培养出很高的财商 情商 相对来讲 是比较难一点点的 如果你本身处在这个州 是华盛顿州 加州 纽约州 或者说在这些麻州 这些城市里面 培养出很多的人才 记住这些毕业的校友 很多就留在这个城市工作 所以在这个城市 就变得越来越有财富 越来越有才华 有天赋 所以在选大学 你跟着ACI南加州学院的 升学顾问 去选大学 选科系 绝对错不了 我们做了37年 帮助这10万个以上大学生 学生进入到大学 所以在这些学生 已经毕业了以后 在美国的各个领域 都是表现得相当优异 念的好的学生的话 硕士博士一起拿 还有很多是读双博士的 拿两个博士的学生 中国人真会念书 所以ACI很多学生 是双博士的 这个是相当优秀的 会念书的学生的话 大学四年的大学 三年念完 两年半念完 最厉害两年 就把大学给念完了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的话 我们告诉你 说选择好大学 的确对你这一生来讲 是有非常长远的影响 所以在这里 我们就把提及一些大学 给大家做参考 但更多的升学资料 欢迎到ACI南教育学院来 约个时间 跟我们的counselor 跟我们的主任 坐下来谈谈 你会了解更多 申请大学的奥秘 好 今天我们就谈在这里 谢谢各位的收看 下次再会